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申请美国签证 我们事先都会有一个判断或者考虑的过程 因为毕竟作为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签证 申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于签证结果的判断 我们其实自己是很难做出来的 因为你对自己本身条件的预估总是有一定天差的 有的人就盲目的自信 有的人又会特别的自卑 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自身一些客观的点 来做出一个自测 看看自己到底申请美签有没有戏 首先就是看看自己的身份 会不会触及到一些雷点 一旦踏到这个雷点 基本美签就很难有戏了 首先是不是党员 虽然党员不至于立刻举签 但是如果是党员 即使你的其他条件都符合的话 也只能拿到一个月有效的签证 如果条件稍微差一点 那就是拒签没商量了 另外是否本身有服役经历 特别是长时间的服役经历 比如说超过五年以上的服役经历 在部队 武警 或者警察 还有消防队里面 有过服役经历的 这个都是一个雷点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雷点 就是曾经在妇产科工作过的 有妇产科的从业经历 这个因为涉及到强制abortion 所以说对于签证官来说是一票否决的 另外就是在所谓国防妻子的大学 毕业的人士 或者你有军工企业工作的背景 或者有大厂 所谓大厂就是这种IT企业 软硬间IT企业大厂的从业经验 这个算是一个双刃剑吧 美国签证官既怕你跑到美国去找工作 同时因为你大厂工作 收入又比较高 这个有一点双刃剑的感觉 但总而言之 如果踩了以上这几个雷点 你每签通常都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 再来说一下收入 收入分几种 第一个叫有工作有收入 还有一个叫没工作有收入 没工作有收入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名下有一些房产可以收租 或者有一些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 即使你当下是没有工作的 也是OK的 那还有呢就是没工作没收入 但是有存款对吧 存款可以撑一段时间 那也算还好 那最差的当然就是 没工作没收入没存款 那如果是这种 我建议你就不要尝试了 因为这个合理性完全没有嘛 你要去美国旅游 你既没有工作也没收入也没存款 那你花什么钱去美国呢 对吧 明显是要去美国白嫖的嘛 所以签证官是不可能给你签证通过的 还有呢就是你的户口 是不是在这些敏感的地区啊 网上有那个挺全的一张 中国所有敏感地区 其中有一些准有一些不准啊 但是呢像福建的福州 以及福州周边的一些县市呢 确实是属于敏感的 签证官也记不住那么多的地方啊 但是如果看到像福州啊 什么福清啊 常乐啊这些地方啊 通常就会这个紧绷起来那根弦了啊 他就知道你们确实移民倾向是比较重的 也是比较容易被拘签的 那还有呢就是你的学历啊 如果学历是不到专科的 比如说你是大专或者本科 或者本科以上学历 那还算好啊 那如果没有大专以上学历 只是比如说高中啊 中专啊 技校职校 甚至初中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悬的了 婚姻状态的话呢 如果是已婚状态 这个是最好的 如果是年轻的单身 其实还好 如果年纪比较大的单身 或者离异呢 这其实有一定的困难的 那再来说一下比较重要的出境记录啊 如果是全白本啊 从来没有出境过 港澳台哪里都没有去过 那这个确实不太有优势啊 现在签证官基本也都比较老到了 你跟他解释什么工作忙啊 太年轻啊 什么疫情啊 导致没时间出去啊 他们也都不会采信了 反正你是白本 你这个出境记录就太差了 如果是有去过东南亚 或者去过东南亚日韩 那还算行 肯定比白本好一些 那最佳的你是要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境记录 比如说像欧洲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或者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出境记录算是比较稳的 但是呢 如果你这些出境记录都是集中在同一年的啊 比如说你2024年申请美签啊 去面签了 然后呢 签证官发现你的出境记录虽然不错 但是全部都是集中在同一年的 比如说都是在当年2024年的 那他有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签证官就会觉得你有刷出境记录的嫌疑 他们也现在变聪明了啊 知道你们都会想办法拿着这个正确答案去抄近路啊 走近路的 他们现在也是有这个意识了 如果觉得你有刷出境记录的嫌疑 那你的这个出境记录等于就没有用了 而且可能有反作用 他们觉得你太处心几率了 就是想拿到一个美国签证 那就坚决不能给你美国签证 总而言之呢 这些雷点只要你不踩的话 好好做准备 还是有机会通过美签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大势啊 确实有一定的变化 有一些传统上比较容易过美签的领馆呢 现在变得特别的严 这个变化呢 是动态的 他们这些签证官呢 也会窜来窜去的 互相之间掉岗的 要根据当时的时事 以及自身的客观条件来判断啊 是否有机会能够拿到美签 另外呢 提醒一下 如果你自测下来 比如说有个五六成 六七成的机会能通过呢 我建议你就尝试一下去申请 一直等着 想要把自己的通过率往上拉到九成 甚至九成以上再去申请呢 可能就会错过机会 因为整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啊 一直在往恶劣的方向发展啊 那这美国签证的难度呢 肯定也会越来越提高的 那一旦提高到像这个 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呢 那签证的难度就会更大了 甚至来到了地域难度啊 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你可能前面等待做准备的时间呢 又被这个大事给对冲掉了 那就等于啥都没做啊 所谓逆水行舟嘛 不禁则退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永居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